嗨,朋友们!这里是大昭寺。大昭寺,位于八阔街中央,是藏民心中最神圣的地方。当年松赞干部,为纪念文成公主,入藏而建。人们常说,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 它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西藏现存最辉煌的土坡时期的建筑。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寺内有当年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的是加摩尼,12岁等身之像。拉萨之所以被称为圣地,就与这座佛像有关。 大昭寺,融合了藏、唐、尼泊尔、印度的建筑风格,成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 大昭寺建成后,经过圆、明、清、历朝旅家修改扩建,才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这座土木结构的寺庙,主殿三层,殿顶覆盖着西藏独具一格的金顶。 阳光下,浮光耀金,光彩夺目。 大昭寺,藏语意为绝康,是藏传佛教信徒、朝圣的终点。 它知神圣,并不逊于布达拉宫。 登上三楼平台,是遥望布达拉宫,俯瞰大昭寺广场的好地方。 布达拉宫,坐落在拉萨河谷中心,海拔3700米的红色山峰上。 在199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布达拉宫,规模庞大。 气势宏伟,依山式而建。 它是著名的藏式宫宝式建筑,享有世界屋脊上的明珠的美誉。 这里的八阔街,是围绕大昭寺。 修建的商业街,保留了拉萨古城的原有风貌。 八阔街转经道,是藏传佛教信徒。 转经的最主要的线路,朝圣的人,在规划好的区域,对着大昭寺原地磕着长头。 他们双手合十,站起趴下,整个身体都匍匐在垫子上。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虔诚的藏民,手拨着佛珠,或转动着金筒,默念经文。 绕大昭寺,不停地转经。 还有一位,缺了一条腿的信徒,用他残疾的身体丈量着朝拜的路途。 在那虔诚的磕长头,他们以大昭寺为忠心,顺时针绕行,表示对供奉在大昭寺内,释迦牟尼佛像的朝拜。 每天,大昭寺都挤满了信众们,他们耐心地排起长队,等待着轮到自己,亲手在佛像前上供。 以祈求来年,平安极晓,在佛教徒心中,见佛像,如见释迦牟尼佛像。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是我们的朋友。 这就是香港的朋友。 这个是朋友。 很多朋友在这里。 这就是大昭寺。 这样子。 我去排啊 一堂大堂寺啊 別人可以啊 操控室啊 工作室一個 可以打機 還要贏到很多人 比如说 这边这个地方 左边这边这边 再来这个地方 发出来 刚才在外面 成本来啦 要不看 要不看 在这里 我要用电视镜 看不出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可少不少 這裡就在 丹朝寺的屋頂上面 挺好啊 沒什麼人啊 知道嗎 Best Space for Photography 好美啊 這裡可以拍到一個佛塔拉的哦 是啊 拍到一個佛塔拉 這裡的空氣很薄啊 來 沒事 金金 要不要看 金金 要不要看 金金 要不要看 露宿泡人 是不是覺得可以拍一下 要去哪啊 好 這裡面有魚乾 好 這裡面有魚乾 這個魚乾 對 你還沒來鎖蛋啊 怎麼樣?好玩啊?好痛啊? 好玩啊 就好了 一 五 二 六 一 五 八 八 一 五 四 一 四 八 五 八 八 I think I saw your picture in this picture Is it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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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i I I I This This Is it 像一个图像这样的床 可以吗 看到吗 这是我们的酒店 叫做QChu Hotel 3 star 不过是比我们的房子还好 这个是这个啊 对对对 这个有 这是菜啊 是菜 对对对 哈哈哈 他们是这样的啊 嗯 来到西藏了 大家找到这个地方吃东西没有辣的 是成都啊那些东西我敢吃 这个是吃这个什么 片面啊 片面啊 没有辣的 有菠菜 对对 对对 嗯好香啊 嗯 这个是粥 我的粥那么有趣 不要拍你的粥啊 拍下这个 没有你拿起来 帮我拿起来 我的粥 我的粥是有菜的 很有趣的哈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